今天本土确诊新增了4.4万例 疫情是有下降 指挥中心分析若这样的趋势不变 将会渐渐脱离高原期 台大公卫团队就评估 只要国内的次世代疫苗 含概率是达到80% 每天的死亡率将从百万分之2.3 降到百万分之0.87 降幅达到三分之二 本土疫情持续下降 19号新增4万4601例确诊 达到上周同期下降百分之14.8 应该这一周的病例数 也是会比上周再更下降 而且看起来幅度会大一点 那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 就是渐渐在脱离这个高原期 但是医师苏伊丰却发现 最近感染者的肺炎比较严重 肺纤维化的比例 比前一波增高两到三倍 BA.5似乎比BA.1还要毒 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 也分析目前大多人打的第三剂 已经超过五到六个月 对于重重症的保护力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是近期BA.5死亡数的增加原因 疫苗本身虽然不能够预防感染 可是这个疫苗 还是可以加强它的免疫功能 阻挡它即使被感染 也不会变成这样的死亡 台大公卫团队评估 只要国内的次世代疫苗 涵盖率达百分之八十 每日的死亡率将从百万分之二点三 降到百万分之零点八七 降幅达三分之二 指挥中心透露 BA.5次世代疫苗的采购 也出现新进展 陆续都已经绞交几乎到完毕了 下个礼拜会召开 这个BA.5次世代疫苗的EVA审查会 如果可以通过的话 那我们会安排陆续进货的相关的时程 新变异柱XBB 可能成为亚洲主流病毒株 目前占香港境外移住个案的一成 日本 印度 泰国也都有个案 新加坡甚至将近百分之五十四的民众 都被感染 但是住院率比前一波疫情减少三成 专家提醒病毒不断变异 民众还是该尽速接种次世代疫苗 提升保护力才能降低重症几率 这两次去翁家鱼台北参加报道